就是爱台湾 就是爱台湾 台湾逸乔 就是爱台湾 主管机关带头喊口号 企业就是计划也纷纷出笼 很好的政策 也在规划 就是在适当时机 那政府的许可之下 我们会有库长股的计划 我蛮乐观的 自己股价自己救 短短一个月台股重挫886点 也让8月份高达120家实施库藏股 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新高记录 24号宏大电宣布要买5万张库藏股 激励25号股价供上涨停板 26号股价更来到47.95元 短短两天就上涨18% 已经跌到一个历史的低点的位置 而且大部分的散户的筹码 都被洗出去了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 进场做实施库藏股的话 它的阻力 它的压力会减轻 不只是宏大电各家库藏股发威 搭上国安基金确定进场 以及雅股全面翻红反弹 激励台股开低走高小涨0.52% 收在7715点 不过外资依旧卖超91.57亿元 7000点是很长期来台湾股票上 一个好的水准 自己的股市自己救 自己的金融自己救 只不过库藏股并非就是万灵单 专家表示基本面还是观察重点 建议投资人就说 公司执行库藏股的同时 你也去观察一下 它今年上半年的获利状况怎么样 或者说近期这一两个月的营收 表现了如何 库藏股策略加上国安基金护盘 刺激台股由黑翻红 但续航效果如何 还有待时间观察 东森 财经省 陈平 潘一泉 综合报导 建权资本资产 建权资本资产 之前现场看到 居留bin